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郝先生,您和钢琴结缘,然后发明和制作好试谱的经历真的太有趣了! 好试谱真的太伟大,太有意义了! 那您在钢琴方面还有什么其他有趣的经历吗? 这个我有很多非常非常有趣和奇妙的经历,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我后来还开始做曲嘛 是的 那后边发生的事儿,那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了 那首先呢,你想我在这个开始接触钢琴给孩子买电子琴之前 我身边一个会弹琴的人 是的 对吧?那后来呢,我因为出版了,然后我主动接触一些钢琴老师 所以开始认识一些钢琴老师了 那再往后呢,我还认识钢琴家了 哇!老朋友去! 对呀!所以呢,那后来有一天,我在这个Facebook上面接到了一个这个Messenger的一个信息 然后就说,好先生,what can we do together? 哇! 然后我一看这是谁发给我的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吗? 我一看是谁发给我的呢? 是我在Facebook上一直关注的一位钢琴家 哇!那是哪位钢琴家? 他叫Ernest Soul 他的中文名叫苏贤亮 苏贤亮 是一位很厉害的钢琴家 是的!那我一直在Facebook上面啊 这个,因为他那个时候在香港很活跃 然后也在香港带动了一些年轻的钢琴家 一起做一些这个音乐会 所以呢,我就是通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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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这个,顺藤莫瓜什么 我们在Facebook上面就,就是,我就知道了这位钢琴家 然后,我当时做梦都想认识一些钢琴家啊,然后音乐教育界的一些有影响力的能 这样的话,我可以希望借助他们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知道这个,我的,这个小发明,这个小发明,是吧?那,但是,其实非常难接触到的 而且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呢,我们,呃,不管是遇到音乐老师,还是遇到,更别说钢琴家 我们会很紧张 是的! 我们会非常紧张 这个,这个可能,我们,呃,在这个行业里边的人可能体会不到 但是我们对,比如说我,对音乐是很向往 比如说我走到一家琴行,经过一家琴行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被琴行深深的吸引 对里边的乐器深深的吸引 但实际我们非常强的自卑感,我们是不太敢去碰那个东西 所以经常你会徘徊徊徊徊,然后心理斗争了半天,就会走掉了 是的! 这是经常有的,我以前在香港的这个,time square,在这个时代广场上班 那我在37楼上,上班,但是楼下的9楼,就有一家百思琴行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百思琴行是非常大的一个集团,是吧 那在香港就好了好多家 然后,那在中国也是,现在呢,不知道一百多家了 那当时我就老是被这个,这个琴行吸引 但是吃午饭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壮起胆来走进去 那我说的这个都是我以前弹钢琴之前的事儿了 那当然了,这个心理阴影一直到现在都有 就是我走进去以后,我就想去这样摸一摸这钢琴的琴间 我们不会弹,但是我们就想这样去摸一摸 趁那些销售都离我们很远的时候 偷偷地去这样摸一摸 那这时候,我们销售人员都是很专业的,是不是 一看见有顾客来了,就会走过来 然后他说,啊,你看看这股琴 然后他 这步骑不错 就刚才我们说的 阴姐和八音 他们这些销售人员 好多都是从 就是弹琴的这些小孩里边 最后选拔出来的 所以我们 但是他这样一谈 我们很害怕 然后我们这个 吓得赶紧就跑掉了 对了 一有机会就赶紧跑掉了 那好了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和这个音乐界 就真正的艺术 艺术界 这个距离是很远 但是后来 现在一位钢琴家 给我主动发一个信息 说What can we do together 但是我是说受宠若惊 是不是 然后我马上约了见面 然后他也告诉我 其实他也是通过 我们之间的这个 这个neutral network 就是我认识的一些钢琴老师 也实际是他的一些朋友 或者他的一些学生 那然后他实际也知道我在做的事情 然后他还很认同我做的事情 他说你这个事情 就是应该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能让更多的人弹钢琴 他说I need audience 他是一个音乐家 他是一个concent pianist 对不对 他是一个弹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演奏家 所以他说我每次我要开音乐会 我需要人来听我的这个演奏会 是的 可是呢 他们要不弹琴 他们就跟我是两个世界的人 是的 我是吸引不到他们 是的 距离感 对吧 所以呢 那这是我们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这个 学习古典音乐的这些人以后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对对 对不对 就是你投入了好多 你从小训练 然后然后一级一级的学习 然后去拜访大师 大师学习 然后去国外的朱利亚音乐学院 和利斯音乐学院 学完了以后浑身的武艺 真的就是会欣赏他们的人 太少了 所以好了 那我和这个Ernest 一拍即合 还成了好朋友 然后我们一起还做了好多的事情 然后他也很支持我 他走到哪里 他都向他的这个群体 他的粉丝们 他的圈子去帮我宣传的好事 那所以就是 这是很想不到的一个一件事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受宠落惊的一件事 那同时另外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 我后来转行变成钢琴老师了 哇 那这个也是完全是计划之外的一件事 我不可能这样设计 我就是希望别人看到好事谱以后 识货 然后呢 哎呀 有Ernest 有这些钢琴家 也有钢琴老师们都推荐他 然后好多人就在社会上就使用他 然后呢 也许我多卖几本 这个乐谱集 对不对 所以我也能 维持我的生活 对不对 我本来是这样想的 可是呢 后来发现这是 不可行的一条路 不通的一条路 因为 这个学习钢琴 或者钢琴教育的这个传统 就是这个太根深蒂固了 就是大家认为钢琴就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乐器 是 所以一般的人 你不管跟他说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 还有你跟他说你是可以弹钢琴的 我现在天天跟好多人说你是可以弹钢琴的 但是能主动相信自己能弹钢琴的人 真是少之又少 就是我能有我这样的经历的人是少之又少 但是有我那种想对钢琴的向往 偷偷的啊离着远就觉得钢琴很吸引人 这样的人其实全部都是 大有人在 可以说是大有人在 或者说百分之 就至少有一半的人都是这样 对吧 但是他们相信自己能弹钢琴的人 少之又少 所以光凭一个普通的这个推广 甚至你花钱砸钱打广告 这个对他们来讲叫 毛宝宇啊 对毛宝宇 毛宝宇根本他就不会因为这个动心去想尝试弹钢琴 好了 那这条路还是很 就根本可以说是走不通的了 然后当然了 这中间我也努力去接触一些音乐教育集团 我们的琴行啊 刚才我说的百思琴行 我和吴先生吴小姐 这个百思琴行的这个创始人 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因为我在不停的 就是削尖脑袋去接触 我们这些 这个在这个音乐教育界 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呢 百思琴行也推出了我的课程 他们也支持我 也推出了我的课程 然后他们在钢琴场 让所有的工人也用好试谱去弹钢琴 然后几个月之后 那钢琴场就举办音乐比赛 就是弹钢琴比赛 那有好多的这些钢琴场工作的工人 他们就开始弹起来 就像他音乐会一样的 有评委啊 设奖金啊 奖项啊 什么的 所以大家玩得非常贪心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还是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希望 还是这一点 就是到了社会上 大家 是非常难觉得 弹钢琴这件事 是跟他们有相关性的 即使你说 有一位好先生 发明了一个好试谱 这个好试谱 真的让你看了 就能弹起 自己弹起钢琴来 然后你再找老师 指点一下你的技巧 指点一下你的手型和踏板 这样的话呢 在你那个具体的乐曲上 有什么些难点 你让我钢琴老师来帮你解决一下 这我想的不是挺美的吗 是的呀 对吧 这不是挺好的吗 那你肯定就应该能够 能够弹得不错 对不对 能够达到享受 这样的一个级别和效果 对 但是人们是很难去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所以到最后 我就是等于摸着石头过河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们在上海还开了一个体验店 就是想让 就是这样 把放几步琴在商场里边 想让大家 然后把好试谱放在上面 想让大家通过谈一谈 我们的体验店店员 再辅导他们 引导他们谈一谈 就想让他们变成想弹钢琴的人 但是呢 赶来尝试的人很少 然后尝试完了以后 相信自己能弹琴的人 也是非常少 但是后来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你们干嘛的 你们是卖琴的 还是教钢琴的 刚开始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也不是卖钢琴的 对 我也不是教钢琴的 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我就在琴上面放了一个谱子 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怎么回答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问这个问题 我就心里想 那要不然我就交钢琴 哦 明白了 我就用一个很低的收费 我就来教你们弹钢琴吧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从来没有教过弹钢琴 我只自己会弹 当然我已经弹得很不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很 跟音乐老师混了很长时间 对对对 他们没有正式教过我 我也跟钢琴家混了 混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那我也拿不出这个信心来 敢说 我能教你弹钢琴 所以刚开始 我就把大家召集到一块 我就以沙龙的形式 就把好师傅介绍给他们 我不敢教手心 不敢教一些技巧上的东西 我就说好师傅是这样这样这样看 嗯 明白 那好了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以后呢 这些人回来都弹了开始 哇 就是都开始弹了 然后他们都开始眼巴巴地看着我 哎 好老师你弹得那么好 能不能教一教我们 然后这时候我又开始感觉到 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是 我呢也请了一些科班出身的老师 来尝试指点他们 后来发现 叫做disaster 很不成功 这个怎么讲呢 灾难性的不成功 灾难性的不成功 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科班出身的老师啊 包括您 因为你们习惯了 你们从小就学习 从现在的老师先从小汤啊 对吧 然后拜尔啊 扯尔尼啊 然后就知道 哎呀一看到问题就说 你的基本功不扎实 所以回到那一条练习去去 回到那本书 哈农 回到对不对 回到这个音阶语 没错 不是这样 对的 所以呢 这个科班老师一看 我们弹琴就全是问题 啊 马上说 几乎就是在告诉我们 一个不配弹琴 明白吧 呃 这个根本就不能怪这些老师 因为他本来就是受着这样的教育 长大的 然后他现在每天教学生 也是用这一套方法去教的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能怪他们 他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思维 是的 然后他来这一教我们的学生 然后他的指点的东西 也不能马上立竿见影的 指出我们学生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反而是经常打击了 我们的学生的自信心 把更多的这个怀疑 放到了我们的这些学员的 这些脑子里面 这些学员本来就超级 自己怀疑自己 是 是不是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钢琴老师说 哎呀 你的手型这么差 哎呀 你的手子都翘起来了 都是因为你小时候没谈过琴 他就下这么一个结论 那如果是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小时候没谈过琴 那就证明我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小时候我改变不了 我小时候没谈过琴的这个事实 是的 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是这样去教一个 我的这样 我们这样的人的这种学员 那最后就是学员学得很高兴 是的 然后也没有看不到教学效果 哎 我就开始说 好了 我们的学员可以来跟我学情 来找我 找我 本来我是集体教大家怎么用好事 然后我就说好了 过来 一对一 啊 谁想约我 我就教谁 啊 我帮你们解决问题 嗯 这个好 啊 那他来了以后 然后 反正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呢 也看出来了 常老师 我实际是一个 用脑子想问题的人 对不对 那我看到学员的一些问题 一些现象 我就会想一想 他为什么会出现 一些现象 所以当一个 比如说举个例子 当一个学员的手指头 嗯 是这样 他弹一个音 啊 他弹一个音的时候 他其他手指头就这样 跳起来 跳起来 好了 好的 对不对 找这个音 我们知道怎么找了 看着好事 不这样找着 这样跳起来 是的 那 我们可能就 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对不对 那一般的解释是 哎呀 你太紧张了 对吧 不需要跳起来 你太紧张了 放松一点 再 你下去 帮他压下去 对 按不下去 这是按不下去的 你别看那个 学员是个老太太 他手劲大着呢 你越按 他越往上顶 按不下去了 实际 后来教着教着 我就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了 就是我们 没弹过琴的人认为 弹琴的 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了 就是 就是去弹那些该弹的键 找对了音了 就弹那些该弹的键 那个该弹的键 弹响 对了 但是呢 这件事对 在他们脑子里 也意味着一个东西 就是千万不要弹 不该弹的键 所以他们很害怕 其他的键 碰错了 对 你找到一个键以后 你就想按那个键 但是他很害怕 碰到其他的键 所以害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害怕到 离那个其他的键 越远越好 所以他的手就敲强了 是 没想过 没想过这样 没想过 所以 因为什么 因为你教的孩子们 他可能 弹琴时间多了以后 他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你就不会再去想这个问题了 但是 我在教成人的时候 一个完全零基础的 70岁的老太太 她就会这个样子 那我就知道 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要告诉她 你看 其他的键 放下来 摸着他们 你要搭在其他的键上 才能最轻松最自然 音色最好最有控制的弹响 这个键 你要不搭在上面 你就只能这样弹 那你看你对这个胳膊的控制力 很差吧 但是你要搭在这 手腕一起来 轻轻的这样压下来 很灵活 这样子 对 又灵活 所以也有了提腕的动作了 也有了各种钢琴家的动作了 这东西不都有了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前提是 你不要怕搭在这些 不该弹的键上面吗 你要是怕把它碰下 你不就离开 离开了怎么提腕 怎么提腕 就没有提腕的动作了 对不对 你要搭在上面 这个动作才成立 然后才能把胳膊的重量 什么都通过这个手腕的 对 这个运动 最后把它落实到 压到这个键上 这只是一个例子了 所以我在 所以最后 什么是这个教学水平呢 教学水平就是从教学经验 那我从去年六月开始 这样 就说好了 我来教你们 就在上海新天地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到现在已经 我想 我到周年的时候 是四百 四百家人 四百家人 对 家人怎么讲 我教全家人 全家人 对 那刚开始的时候 就说好了 你们来吧 不只是一个 一个这个爸爸 一个妈妈 或者是这个 爷爷奶奶 也不是 光是小孩 我是老 大人小孩都有的 就像同学三代 对 全家人一起来学 所以常常来学 所以我在不停的 这样教的过程中 我发现我们总结出来 针对我们这样的 不是从科班 不是从小孩 小琴童这样成长起来的人 突然想学钢琴 我可以说 我是世界上 最会教这些人的 是的 我世界上唯一的专家在这儿 是的 哪怕你是上海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出来的教授 你也没有我 会教这些人 对 因为你们在教这些 这个群体的人的教学经验不足 是的 成功案例不足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也越教越有信心 然后把这个 针对这个群体的教学 总结出来一些 这个经验 然后总结出来的 你看墙上也有一些 这个我总结出来的图案 这个图案我可能要更新一下 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些原理 都是科班出身的 钢琴老师或者钢琴教授 看了会觉得非常没人 会觉得非常异端邪说 左道旁门的东西 对吧 但是呢 这是从教学实践中来的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 会愿意来了解 会愿意来向我学习 这种教学 所以你看 刚才就你简单的一个问题 谭刚才给我带来一些 什么奇妙的这个经历 是 改行了 真的太奇妙了 我本来是做石油的 我在一家国际石油公司 撬牌 十个公司 在新加坡 香港 北京服务了二十年 对吧 那我在 现在 不做了 因为我有 这个更有意义 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事业在做 所以那我现在 当然了 这个改行 这个转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决定 这个中间 这个中间要考虑好多好多因素 牵涉的风险也很大 尤其是刚开始我尝试了好多的路 后来刚才我也解释了 其实是不通的 但是现在我很开心 因为我有好多的学员 是的 这些学员进来 报了名 本来对自己充满怀疑 我能学会吗 可是一个礼拜以后 两个礼拜以后 他们就已经踊跃的报名 在我们的学员沙龙上面去表演 那更不用说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的学员 他们一弹琴 就会让新的学员觉得 哎呀 他到底弹了多久 这不可能吧 怎么会弹了这么久 怎么弹这么难的曲子 那天你也听到了 几个学员在这练琴 是不是 才学第二节课 就可以弹性格爱丽丝了 对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个 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在这个坑里 越陷越深了 太有意义了 所以也是会交到 更多的这个 音乐界的朋友 然后这不你们也来了吗 对不对 这多奇妙 我们不迷而来 我在这个香港 当时推 这个做推广的这个过程中 就非常荣幸的认识了 我们的邓雅欣老师 我们香港钢琴协会的主席 那这都是一些奇妙的奇遇啊 是的 然后呢 现在呢 邓老师又带来了程老师 还来这样采访我 那就是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都要多亏好先生 发明了制作 这么优秀 这么有意义的 好诗谱 给我们大家去学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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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